吉安湘111年无论是在现赛或是全国的比赛都屡创佳击 吉安湘长游淑珍特别在吉安湘升旗舰奏活动中公开表扬获奖的选手 游淑珍期望吉安的孩子更优秀更多元的学习表现 公所也吸收教育界一起孕育孩子多元化的未来 给孩子更健康宽广的学习量能 吉安湘111年无论是在现赛或者是全国的各项竞赛当中 都屡获夹击 乡长游淑珍特别在升旗舰奏活动当中公开表扬了获奖选手 游淑珍期盼吉安的孩子有更优秀多元的学习表现 相公所会吸收教育界一起来孕育孩子们多元化的未来 给孩子们更健康宽广的学习能量 自从游淑珍上任以来 在过去的四年对于我们各级中小学 不管是在体育语文以及在音乐各方面 都非常的注重 那么在111年各项的现运及社区的运动会 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这个屡得夹击 另外在宇文竞赛 我们相赛的部分提报到参加现赛 甚至有六位参加全国赛 其中两位获得全国赛特优 那这个都是很显著的一个进步 那除此之外 那我们希望说在新的这个年度里面 能够将各项的体育的一个措施 以及语文甚至在音乐 理化设计各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方式 更创新的方式 希望能够让我们吉安的学子 能够文武兼备 吉安乡111年现运当中 获得了82个奖项 有187人得奖 表现相当亮眼 运动实力坚强 另外在孩子的阅读力部分 吉安乡立图书馆也定期增添尝书 获得全国整体阅读力 要生成是第一名 去年度包括了道乡国小 宜昌国小 北昌国小 南华国小 吉安国中 华人国中 还有宜昌国中 在花莲县语文计算当中 也有17位选手特优 其中5位选手还代表参加全国赛 在全国赛当中 掌握两项特优 为吉安乡来争取荣耀 也让大家看到 吉安学子丰厚的文学底蕴 介络会吉安乡报导 吉安乡